市長想問一下說 近期有沒有打算要到美國房美 因為好像有傳出有這樣的出訪 是這樣子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大概已經有四年沒有出訪了 所以有關於外交工作 我們必須要補一下進度 另外上半年以來 有很多的外國使節 紛紛地來邀請我能夠出訪 我們也必須積極回應 所以今年可能會有出訪 但是因為所有的這些邀請 我們必須評估 所以有關於評估的作業 以及出訪的作業 會交給幕僚同仁來進行 到現在為止 他們還沒有完全提案 我想等他們幕僚同仁評估跟提案以後 我們再來進行比較確定的 但是如果有消息的話 會跟大家來宣布 不過基本上邀請的國家很多 也因此先去哪裡可能也不一定 可能要看整個幕僚 他們的評估跟邀請的這種評估 如果有什麼消息再跟大家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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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行程 先進行程 台中國際這些年期也辦了非常多國際級的賽事跟活動 所以其實外賓還有這個就是外商來台中市的比例還蠻高的 所以市長對外的溝通表達能力其實本來比大家認識的還好 因為其實大家平常聽他聽他都講國語嘛 自證腔癌的主播出身 但是他其實他在接待外賓的這部分其實是有一定的水準 好那他要今年去美國 對今年去美國其實 我要講其實還好是今年去啊 如果他是後年再去 哇那個政治意義會更強大 為什麼這時候去美國 其實坦白說過去本來台中市市長過去都有訪美一些紀錄 那包括說之前胡志強也好 林家昭也好 他們都有規劃去 那市長一上來之後 其實第一時間先去歐洲 去歐洲看一些市場 因為那時候台中市要做一些市場的改建 所以那時候在我們地方上 有些市場改建的確是參考一些歐洲的一些範本來做台中那些改建 包含說後續很多後來規劃巨蛋 後來規劃綠美圖 規劃會產中心等等的 很多是參考這個歐洲當地的這個狀況 那我想當初也有規劃去訪美 第一任期的時候 但是因為後來就遇到疫情 疫情大概有三年嘛 大家還記得新冠肺炎 一個市長才四年 但是有三年都是疫情 所以沒辦法出國 那疫情後的這個階段 當然很多解封的工作要做 很多經濟輔助的工作要做 所以要忙著內政 那後來又忙著要選舉 所以一直沒有機會 那我想 訪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台中這個作為國際大城市 那有很多的外商的 也有投資的機會等等 都希望說能夠來跟台中做個接洽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去 我覺得相對來講 政策性沒那麼高 當然我知道各界當然對市長 對盧秀恩有一些期待 那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考驗 就是去了之後看看各界的反應怎麼樣 我覺得這對他 對市長後續 這個市長卸任後 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我覺得透過這次訪美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比如說美國僑界的一些想法 美國有很多這個 我們支持台灣的這些 不管官員也好或商界也好 去了解一下國際社會 目前對於下一任很可能的 這個總統的挑戰的候選人 有什麼樣的想法 另外同時也是做這個城市外交 我想就像一開始講的 其實這幾年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在這國際舞台上面 能夠發言的管道 溝通的管道 相對民進黨的確少了非常多 那我覺得中生代還有新生代 應該要去擔負起這個重要的責任 去把過去遺失的這一塊 趕快把它接起來 尤其現在這些地方首長 趕快把它接起來 那立法院有這個江啟成副院長 擔任這個台美聯誼會 這個榮譽會長嘛 那台中有這個重要的城市市長 能夠把這一塊對接起來 我想對整個國民黨 在國際社會上的發聲 也會比較有方向 而且過去真的太長期以來 我們聽到很多 美國智庫的朋友在講說 過去這幾年都只聽到 民進黨的朋友在講話 很少聽到國民黨立場是什麼 那我覺得透過這個機會 能夠把國民黨立場 跟美國好好的溝通一下 我覺得是個好事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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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